尼沙台风外围环流为东部地区带来强降雨 玉璃镇内传出了灾情 公所是前往地点来看灾 而包括了中西边街12-1号党土墙 剧烈位移的情况严重 已经立即封闭靠近山壁的车道 维持单线通行 尼沙台风外围环流为东部地区带来强降雨 玉璃镇内传出灾情 公所前往地点看灾 包含其中西边街12-1号前党土墙 军列位移情况严重 已经立即封闭靠近山壁的车道 维持单线通行 大约有8公尺的一个党土墙 整面长度大约有50公尺左右 因为含水量太大 有往路面倾斜这个状况非常的严重 昨天我们在16号下午的时候 来看过这个现场 感觉到这个会严重的影响到 我们乡亲里面的一个乘车的一个 行经的安全性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立即的请相关的 请相关的开口厂商来做一个 拆除的一个动作 公所已经指派厂商前往 在封闭失座路段禁止通行后 厂商已拆除部分受损的挡土墙 并且仍留下部分墙面 以确保原地点仍有防止土块和石块落下功能 希望把这个危险的部分的话 赶快做一个拆除 然后做一个警戒线 我们后面的话 我们接着会争取相关的经费 来做一个挡土墙的一个附建工作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经过我们西边街 这个土地公庙前面这一段的路段的时候 特别行车的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不要有这个逗流的一个状况 玉立镇公所表示将尽速争取经费 在重建时也会把剩余的墙面拆除 再盖新的挡土墙 以确保通行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立镇采访报道